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近月爆发反对修订逃犯条例运动 有大批年轻人参加 他们要求政府撤回修订草案 期间多次与警方爆发冲突 尽管反送中运动似乎转趋平静 但一批香港妈妈今晚响应网上号召在中环折打花园集会 表达对反送中年轻示威者的支持 在集会上有人呼吁年轻人不要轻声 也不要令爸爸妈妈担心 父母会同他们一起走下去 大会方面宣布有8000人参加 警方表示最多只有1300人 感谢您收看新闻时事报 该 raw não有3500人参加 警方表示最多の等侠य地 还记得 muscles кі ball 猫